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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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正正在举行游大龙闹元宵的活动 可以说现在整个镇子里的氛围是非常的欢腾喜庆 罗骨炫天边炮齐鸣 非常非常的热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纸扎的大龙 它全场有三十多节 近百米 由村民们抬着沿着村道行走 那么所到之处呢 家家户户都会买出这个鸡鸣 点出焚箱 用鸡炮连天来迎接大龙的到来 也期收新的一年风调一顺 奇想安康 怎么样这个有着客家风格的元宵活动 是不是真特别的热闹 大家知了解 这个陵芳正是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而这个游戎的活动呢 从明朝开始也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从每年的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都是临方 举行这个游户到元宵的庆典 可以说把整个这个元宵的氛围推到了最高潮 想要预告一下呢就是其实临近元宵了 接下来的两天呢 这个连城县的各个乡镇都在举行这个各式各样的闹元宵的活动 而我们呢也在接下来两天的栏目当中将给大家一一的呈现 好的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小慧 我们也非常期待后面两天的介绍 可以说泉州和龙岩两地的元宵节活动是一进一动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 欢乐喜庆的元宵节除了丰富多彩的闹元宵活动之外 美食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连城泉州元宵节的美食都讲究一个圆字 这不仅是指美食的外形圆圆滚滚 更是甜美滋味背后的团团圆圆 龙岩市连城县 地处福建省西部山区武夷山脉南段 这里是客家人的聚集发祥地之一 说起元宵节的美食 珍珠丸就是一道逢年过节 连城人家待客的风味名点 我们这个珍珠丸做的是珍珠丸 我们过年过节是这个珍珠丸吃的 我们爱吃这个 珍珠丸的馅料要选用笋干 菜心 猪肉 虾皮等食材 将它们切碎 分别加入锅内混炒 本地的玉籽香花黏糯 是制作馅皮的重要材料 将蒸熟去皮的玉籽和地瓜粉 充分搓拌均匀 它们的配比决定了馅皮的口感 将刚刚炒好的馅料包入馅皮之中 捏成丸子 再放入泡胀的糯米中均匀滚粘 最后用大火蒸制 亮白的糯米包裹着玉皮丸子 晶莹剔透 顾美名珍珠丸 品尝起来外皮弹韧 内藏馅料 咸香可口 食色俱佳 同样是圆 在泉州 这元宵圆 可是泉州人 元宵节里 必不可少的美食 从清末民初开始 林永松的家族就在泉州文庙一带售卖元宵圆 如今传到他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了 糯米 花生 芝麻 白糖 猪油 简单的五种食材 按比例配置 再放入圆宵圆模具中 松散的馅料就变成了坚硬的圆心 而接下来 他将历经千百次的翻滚 成为一颗可爱的圆宵圆 馅料在竹扁里的糯米粉上 不断地往复翻滚 沾匀糯米粉之后 再将初见雏形的元宵圆取出沾水 继续翻滚沾粉 如此连续重复十多次后 元宵圆在腾票之间逐渐成型 翻滚的力道和技巧 每家的长辈都会有不同的心得 而像这样 从馅料逐渐滚成元宵圆的过程 在不少泉州人儿时的记忆里 也是一家人难得的欢聚时光 敲元宵圆的时候 可以就是那个馅嘛 那个馅很甜 那有时候就边做的时候 就边偷尝 等到说一家人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的时候 就特别幸福 对于很多泉州人来说 这个都是家乡的味道 就泉州人到元宵圆 都一定要吃一颗 最少也要吃一颗放到嘴里 甜甜的圆圆的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 学生们的课业负担 这周我市的中小学都陆续开学了 结束了愉快的假期 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 又要开始为学业和学习成绩操心了 不过让人觉得有些费解的是 虽然大家都在喊着 应该给孩子减负 学校的课程作业也一再精简 但校外的补习班 却一年比一年火热 不仅补习的名目人数在增加 学费也是水涨船高 现在学习不仅是学生的事 很多时候它似乎已经成为了整个家庭的负担 我们常说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句话放在补习班上似乎也同样适用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初高中上补习班的人数和补习的科目 明显要多于小学 而小学中也几乎只有高年级的学生 才会选择上语树英这样的补习班 低年级的学生则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放在了补习特长上 拉丁 芭蕾舞 还有小主持人 就这几个班 音乐和画画之类的 孩子喜欢啊 就兴趣兴趣嘛 就孩子兴趣要培养一下 音乐班和一个体育玩球班 至少有三四个吧 有些还有报英语班 能报舞蹈班 我们孩子就报两个班算少的了 不管是补正科还是补特长 家长要支付的学费 和学生们付出的学识都旗鼓相当 基本上 人数比较多的大课 每节课的费用在一百元左右 而人数较少 甚至一对一的补习班 每节课的学费 普遍都超过了三百元 算下来 一个孩子一个月花掉 一两千元的补习费 都算是正常情况 差不多两三千吧 不止这个补习吧 你还有那个五托会呢 所以一个月孩子会用差不多 也要四五千块钱吧 算打底了 在一起的一个家长 他说他的一个月 差不多要五千左右 五六千吧 就已经是个很平均的水平了 是吧 在学校里 差不多吧 是有压力啊 但是还是觉得说 有必要让他上啊 一百多两百吧 有的人音乐课贵一些三百左右吧 而且大家普遍都在学 我们感觉不学也有焦虑 在学业压力 还比较轻松的小学 不上补习班 就感到焦虑的家长 已经很普遍 而到了学业压力 更重的初中高中 这样的情况 只会有增无减 晚上九点半 刘先生正在 厦门六中的校门口 等待女儿放学 他告诉记者 因为孩子处于 高三的关键时期 所以在补习这件事上 家里没少花钱 数学跟物理 一个月都有五六千块钱 这部分开支 真的是很大 会不会觉得有点压力 有 补习的费用 而且七七八八的 就占了可能三分之一 但说起补习的效果 刘先生又表示 他并不是特别看好 之所以要花这笔钱 主要还是跟风 在其他家长那里 记者也得到了相似的答案 小孩子的补习 其实对于他的提高成绩 虽然说有帮助 但是我认为不是很大 因为不管学习好的 跟学习比较差的 其实都在补习 因为竞争压力太大了 大家都在补 虽然负担不小 但对于家长们来说 只要是对孩子有益的 付出也就值得了 那么作为上补习班的当事人 学生们又是怎么看待 补习班的呢 其实补习挺让人费钱 为什么 就不一定有效 那为什么还要补 安心一点吧 大家基本上都这样想 就有人补习 然后就跟着补习 如果觉得补习 对自己有帮助的话 那补习还是挺值得的 但如果说只是去 虚耗时间的话 那就有点得不偿失吧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要是家里没孩子的 真是很难想象 现在培养一个孩子 需要多高的成本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 不学不补 失落的不只是学习成绩 更多的是那一份心安理得 而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然我们不能说 补习就完全不对和不好 但如何合理利用 有限的资金和时间 如何客观看待学习这件事 却是每一个家庭 甚至整个社会 都应该去思考的 你上过补习班吗 如今在我市 绝大多数中小学生的答案 都是肯定的 就算不问 看看各个学校周边 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 你也会找到答案 一位刚刚从北京来下的 培训机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我是培训机构的密度之大 相较一线城市 也丝毫不逊色 覆格力蛮多的 我最近在附近走了一下 补习班都很多 比例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可能人数会稍微少一点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补习热 社会专家认为 有一部分家庭 因为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或者不具备辅导孩子 学习的能力 所以把这项责任 转移到了课外培训机构 不过目前单一的高考选拔机制 和人才评价 依据仍然是催生 补习热的主要原因 一分定输赢 一校评高低的社会问题 没有解决 学生们就难以真正减负 即使校内的学习轻松了 压力也会转移到校外的课堂上 2017年就是 我们相关研究部门出的 公共服务的白皮书 中小学生课外补课 成了我们家长关注的 在公共服务的 一共就11项里面 它可以排在第6项 家长其实从心里面来说 他们并不太愿意 去做这件事 不仅是经济负担 有的时候家长 他们也觉得 会把很多的应该 用于生活的时间 来去补习作业了 而且因此发生了一些 这个亲子关系的矛盾 那所以呢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环境下 却是不想而不得不为之 不过家长和学生们 也不用将补习 看作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专家认为 在补习班 孩子能够更有效地 度过课外时光 同时还可以建立 更好的人际关系 但任何一件事 当盲目跟风 成了主流 就应该及时唤醒 社会理性思考的一面 学习这件事也不例外 我们现在相关的行政力量 是把在学校的学习时间 不断地压缩 其实我想现在可以 可能到了我们 该反思的时候 就你一味地去缩减 在课内的教学时间 在课堂里面 只教基础的知识点 这样是不是一个 合理的事情 那所以呢 我想教育部门 包括我们的学校 可能做一些反思 这样对我们这个 整个的降低社会焦虑 包括家长的补习的 这种经济负担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记者刘明杰黄超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 赶在新功能推出前 扎堆处理交通违法 窗口处理量激增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试容考评人员 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祥安东路与向北路交叉口附近 卫生无人管理 脏乱问题突出 今天的试容询报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通过走访能看到 祥安东路与向北路交叉口 至祥安东路西南侧 近百米长的路段 卫生无人管理 脏乱问题突出 绿离缺珠断荡枯死 废弃石块没有及时清除的现象 普遍存在 路边一人多高的杂草堆里 还停着一辆 落满灰尘的僵尸车 道路两侧 人行步道的透水砖上 覆盖着尘土和一些生活垃圾 并蔓延到周围的绿地上 大件垃圾 废弃的集装箱随处可见 脏乱问题现象突出 对于市容观瞻和通行秩序 均造成了影响 考评人员希望问题能够引起 属地祥安区马象镇和绿化养护单位的重视 尽快采取措施改变现状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接着来看 近日一些驾驶员向我们栏目反映 位于火车站南广场停车场的 纯电动大巴充电桩 集体断电了 并且持续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影响 我们去看一看怎么回事 上午记者来到火车站南广场的 这处停车场 厂内有60多辆纯电动大巴停靠在这里 一位驾驶员正在给大巴车进行充电 他告诉记者 一月下旬 这个停车场里的18个充电桩 突然集体断电 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经过多次反应 今天上午18个充电桩中的13个 恢复了供电 其余的5个依然显示系统故障 跑到外面随便拿个 有地方充的 就是急一下 没地方呢 没地方呢 那就停 那就脱班了 比较早的 差不多11点 晚的要一两点充才能回家 就说充电 充电 有时候跑好几个地方才能充上 还要排队 还要排队 人家愿意充给我们充 不愿意充就是说 我们不充的 你们走 驾驶员们表示 这个停车场是部分政府部门搬车的 固定停车场所 同时也对外开放给一些旅游大巴充电 这一个多月来 由于无法充电 他们都是到其他公司或私人充电桩去充电 排队耗时间不说 充电的费用也达到了每度电1.5到1.8元 而这个停车场的费用仅为每度电9毛多 这个停车场就是说我们停车是停在这边 固定停在这边 但这边就是充电桩在这边 这边也有对外充电的 其他他们都是私人公司自己搞的 那我们就挂靠他们 那外边又跪 就在记者采访时 本已恢复的13个充电桩突然再次断电 系统出现异常 暂停服务 我们将尽快联系工作人员 谢谢您的配合 随后记者来到充电站的管理方 厦门市市政制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充电站由于系统故障 暂停服务确实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他们一直在进行抢修 今天上午恢复供电又再次断电 就是在进行调试 预计3月上旬 充电站会恢复正常运行 记者王玉坤 吴国豪报道 最近有媒体报道 从3月1号开始将实行驾照销分新规 及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 被电子监控拍到的交通违法 必须要提前面签 消息一发出就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些天有不少驾驶员 赶在新规发布之前 扎堆来窗口处理交通违法 那么这条新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我们就请交警 重新为您解读一下 下午两点半左右 在湖里交警大队交通违法 处理教育中心大厅内 有不少前来处理交通违法的驾驶人 跟往常一样 这个时段仍然是处理的高峰期 去年市民刘先生开着朋友的车 被电子监控拍到压实线 背计三分 前几天他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后 认为3月1号后用自己的驾照 就不能直接来处理这起交通违法了 于是便赶在今天来处理 跟吴先生有同样困惑的驾驶人 并不在少数 由于最近大家扎堆来处理 湖里交警大队每天的交通违法 处理量约为380起 比平时多了有一成左右 而这些驾驶员都是在网上 看到了有关驾照消分的新规后 以为在3月1号后处理他人车辆 被电子监控拍到的违法 需要先进行面签 绑定该车后才能处理 对此交警部门解释说 3月1号即将出台的所谓消分新规 实际上是交管12123 APP平台上增加的一项新功能 为更方便群众网上处理交通违法 防范黄牛从中非法牟利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将在原有 可以处理本人名下 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基础上 新增了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 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功能 绑定的方式有两种 可以到交通违法处理窗口 现场申请绑定 也可以通过APP平台 线上申请绑定 交警部门提醒驾驶人 通过交管12123APP自助备案 处理非本人名下 机动车交通违法 是对窗口办理相关业务的补充 而窗口办理人案原流程进行 所以大家不必急着扎堆来处理 比如说你绑定的时候 你3月1号之后的违章 你就可以在网上申请注意 那我3月1号以前的违章呢 我现在要处理 代表的话还是到场的 还是到场要来 要微信预约 然后在现场过来处理 对对对 记者咸云 吴国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日前我是评选出的第三批 共11个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其中有不少是社会资本投资的项目 那么休闲农业项目 要如何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 共同促进乡村振兴呢 欢迎您收看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是小丹 再见 小丹 再见